我們介紹我們下一個講者的嘉賓就是盧毓明教授 盧毓明教授分別在1986年和1989年拿了文學士和醫學士的榮譽 令到他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別拿了哲學博士和醫學博士 目前盧教授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 以及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副院長 亦都是化學病理學系講座教授 他亦都是在國際文獻有279個文章發表過 亦都是拿了很多的獎項 今天他的題目是講非侵入性產前診斷從夢想到現實 有請盧教授 謝謝主席 產權診斷現在已經是苦產科學必須的一個過程 但是現在主流的產業診斷通常是用有創傷性的技術 好像抽羊胎水一樣 而每次我們做這類技術是有1%的機會 就算是完全正常都會因此而流產 所以很多孕婦在做產業診斷之前都會很擔心 我在醫學生的時代就在想 有沒有辦法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 我在1997年的時候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在患癌期間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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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有沒有可能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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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因為那個嬰兒子是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你說是百分比來說 你可能會很驚訝 知道原來在媽媽的血漿裡面 竟然有3-6%的DNA是嬰兒子的 而這件事在1997年之前是沒有人發現過的 而自1997年,現在世界上有很多研究隊伍 就用了這個技術來做產前診斷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 當然就是用這個技術來知道嬰兒子是兒女 因為有些跟性染色體有關的病 譬如是血有病的 主要是影響到男生的 而另一樣是很多人用的 就是用這個技術來測試嬰兒子的血型組合 因為在百種人 有85%的人是resis positive 有15%的人是resis negative 如果媽媽是負的嬰兒子是正的 那她是有機會有病發症的 所以這個技術已經在歐美被採用了 但是現在當然,如果你說香港或者中國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產業診斷的應用 就是想知道嬰兒子有沒有糖氏綜合症 所以自我發現這個技術之後 就有很多人問我們 可不可以用這個技術來做糖氏綜合症的檢測 那這個答案其實就很難了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嬰兒子是兒女 你就看看有沒有歪染色體 嬰兒子是resis 症 或者是腹 你就看看有沒有resis 的基因 但是糖氏綜合症就是因為 我們第21號染色體 由正常的兩條變成三條 所以這個技術就要是很Demanding的 就是你要數一下嬰兒子有多少條染色體 也在這裡講一下一點關於維全學的東西 你知道我們總共有46條染色體 23對 而其實最長的就是第一號 而短一點是第二號 如此類推下去 21、22其實就是很小的染色體 而糖氏綜合症就要數一下 21號染色體 兩條或三條 而這件事就很難了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 我只是告訴你 大約5%的媽媽血漿裡面的DNA是嬰兒子 如果嬰兒子有糖氏綜合症的話 他媽媽血漿裡面的第21號染色體的濃度 應該是高一點點 問題就是我們可不可以測試 高了一點點 究竟要有多靈敏才能做得到呢? 我們現在知道 孕婦的血漿裡面 每一個CC 就大約有1000個細胞的DNA 我只是說過有95%是媽媽的 5%是嬰兒子 95%是媽媽 即是說有950個媽媽的鏡組 而5%嬰兒子 即是50個嬰兒子的鏡組 即是每一CC 我媽媽是正常的 每一個媽媽的鏡組 就有兩條 第21號染色體 即是說有950個 就應該有1900條 第21號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正常的話 這50個嬰兒子的鏡組 就會有一百條 21號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不正常的話 這個數目就增加到150條 想像如果你在實驗室裡 有一個技術可以令你 數 那個媽媽的血漿裡面 有多少條 第21號染色體呢? 如果嬰兒子正常的話 你的答案應該是2000 即是1900加18 如果嬰兒子真的不正常的話 就會變成2050了 即是說 如果你可以發明一個測試方法 可以分別2000從2050呢? 那你就可以破解了這個東西 如果你跟任何做DNA測試的人來說 他會說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一般人做DNA測試 他用一個技術叫做PCR 就是將DNA複製 由一個分子變成兩個 兩個變成四個 即是我可以分辨2000和4000 但不是2000和2050 所以如果2007年以前 你跟世上任何的專家說 這個技術可不可以做測試藏室狀陰症呢? 他會跟你說是不行的 除了我們那個研究隊 除外 即是我們一直是很想破解這件事 那麼到2007年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逐個DNA分子去數 那麼我就計算了一條數出來 如果你數得很多很多分子 你的分辨能力是會增加的 那麼我們計算一條數 你說是數以十萬計的DNA分子去數 那麼在那時候 就有很多人會笑我們 就說 你數以十萬計的DNA分子 是沒什麼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很幸運地 在2008年 就已經發展了一個技術 是開造這件事 那麼這件事 大家可能要聽過 叫做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那麼就是用這些儀器 來分析我們的驚組 那麼你知道第一次 要破解人類驚組 是用了近15年的時間 但是現在用這些新的儀器 竟然兩天 我就可以破解你的驚組三次 那麼為什麼這些機器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這些機器 就是用這些玻璃片 來分析基因組 那麼你看到每塊玻璃片 就有八個channel 可以分析八個樣本 而在每塊玻璃片上面 就是分析 是一億粒DNA分子的 那麼這些每一個就是一粒 那麼我們就想了 如果你抽媽媽的血 那麼裡面有些BB仔的DNA 紅色的那些 有些媽媽的DNA 那麼如果用那一部儀器 你將它裡面 很多很多的DNA分子 的排序 是排了出來的 那麼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人類的驚組了嘛 那麼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透過電腦就可以告訴我 每一條這些DNA分子 是哪一條染色體得回來的 就是我只能說 Crumsum 1, 2, 3, 4, 5, 6, 7 那麼接著我就可以畫一個圖 就畫不同的染色體 在媽媽的血章裡面 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每一條染色體 我可以計算這個百分比 那麼譬如 我們知道第一號染色體 正常程之下 就是黑色這個 是佔我們驚組的8% 而第二十一號染色體 就是唐氏綜合症那一條 正常是佔1.5% 那麼接著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想一下 究竟血章裡面的DNA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那麼就做了這幾個血章樣本 就是不同式這些 那麼你發覺原來血章DNA 是跟我們的基因組 是差不多的 究竟不同式的那些是什麼呢? 第一號系列的那些 就是一個媽媽的血章 而她是懷著嬰兒女兒的 二號系列就是媽媽懷著嬰兒兒的 而三號呢 就是一個成年的男性 譬如我自己的血章 最有趣的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男性 當然我可以看到我的男性染色體 但是有趣地我們也可以看到 那個嬰兒子 如果是媽媽懷著嬰兒子 我們也可以在媽媽血章裡 看到那個嬰兒子的男性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是女兒 你就看不見了 但是如果看X 更有趣 我男性的 X 的水平 就大約是女性一半 但是最神奇 如果媽媽懷著嬰兒子 她血章裡面的 X 染色體的濃度 是會低過如果媽媽懷著嬰兒子的 當我看到那一點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我們已經破解了 我要破解的東西 因為用DNA 排序 你就可以在媽媽血章裡面 知道嬰兒子不同染色體的濃度 如果我做到X 照計我可以做到 第21號染色體 因此我們就決定去做了 我們就決定用一些很簡單的 統計學的技術 我用一個叫做Z score 就是告訴我 我每個個案 我給了一堆對照 一堆控制 看看它有沒有分別 如果沒有分別 Z score 應該大約是零 如果有分別 它應該高了 那問題是做不做的 我開始做了 就做了28個個案 就是第11週的懷孕期開始 而每個個案 我抽媽媽的血 我就分析了大約1000萬個DNA 的分子 接著就計算Z score 就是有沒有分別 你看到 第1號到第5號染色體 Z score 大約是零 就是沒有分別 6號到10號 都是沒有分別 11到15 都是沒有分別 16到20都是沒有分別 但最有趣的是 做到第21號染色體 你看到綠色和紅色 就立即是很高了 那些是什麼個案呢 原來那些個案 全部的媽媽是在 唐氏綜合症的嬰兒子 而就是說這個技術 在最初這個系列 14個有唐氏 和14個正常個案 我就百分之百 可以將它們兩度分開出來 而最早就是第11週開始做到 還有如果你看到右邊一點 X染色體在這裡 你還可以知道 寶寶仔的性別 你看到有些 譬如橙色和紅色的那些 X染色體是比較多的 其實那些寶寶仔 寶寶就是女兒來的 那麼這個技術就變得很 promising 但是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我給你看到那些 機器其實是很貴的 每一部 整七十萬美金 就是大約五百多六百萬 還有這些機器雖然這麼貴 但是你每次開機 只可以做到八個樣本而已 還有每個樣本 大約要六千港幣左右 所以以往的十八個月 我們就想一下有沒有辦法 可以每次做多些個案 還有可以將價錢減多一些 還有 開始第一次做是100%準確 如果做多些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所以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大型的研究 這個研究就是很多個中心一起聯合做的 包括在香港、倫敦和荷蘭 我們做了一種大概753個個案 這個就是現在全世界最大型 用這種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做的一個研究 而其中裡面有86個是糖氏綜合症的例子 這個也是很大的 因為每800個出生的嬰兒 才有一個糖氏綜合症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數成五萬多個人 才可以找到86個 還有我就說過我想要弄它便宜一點 而開始第一次我說 就是每部機器裏面有八個channel 就是每次開機可以分析八個樣本 那麼我們今次的研究 就是想看看每個channel 是分析多個樣本一起做的 而我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將我們sequence 的時候 再等一件事好像一個barcode一樣 就是每個病人的sequence 是不同的 那麼我排除了出來之後 我就看一下那個barcode 看一下這個排除 是病人一號、二號、三號這樣做 那麼開頭我們就很aggressive 我們就試一下 可不可以八個病人 原本一次過做 那麼做過750個個案 結果發覺一個sensitivity就是79% specificity就是99% 那麼而這個就是ROC curve 那麼如果是一個perfect的test 它應該是上了左上角 那麼這個test其實都不差的了 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麼接著呢我就想著 可能八個patient一次過做 就太過ambitious了 所以結果呢 我就做了兩個個案一起做 那麼今次你看到 就是百分之百的sensitivity 而specificity就是98% 那麼而你看到呢 它幾乎是一個perfect的test來的 因為那個ROC curve在左上角 那麼而這份文章 其實今個禮拜 就是英國醫學雜誌發表了 那麼這個答案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其實呢 用這個答案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可以常規應用 那麼它其實就告訴我們 只要我們來每個個個案 排除到1000萬個DNA分子 我們的sensitivity就是100% 而specificity就是98% 那麼而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用最新一代的DNA排除而 我每一部機 每次開機 可以分析到10億個DNA分子 那就是說呢 我可以將這10億個分給100個病人 即是每次開機 你可以分析100個樣本 如果當你買一部這麼貴的機 當你每個星期只開一次 那就是說一部機 每年可以做到5000個個案 那麼這件事有沒有用呢 那麼解答案是有用的的 因為譬如香港我們有700萬人 每年我們有6萬個懷孕個案 而香港醫管局其實有提供一個 唐氏綜合症的screening的技術 即是用超聲波和測媽媽血裏面 有些荷爾蒙 而這些技術通常是有5%的假陽性率 而現在這5%的陽性的女人 就會做秋陽胎水 那麼我們想像就是 如果這5%不做秋陽胎水 而做我們這個新的技術 那會怎樣呢 那就是說有3000個個案 是需要做這個sequencing的技術 那我還說過給你聽 一部機其實每年 香港已經分析了5000個樣本 那就是其實一部機 已經可以搞定整個香港了 那所以這個技術雖然是貴的 但是其實我相信是affordable的 而這個技術將會越來越便宜 而將來說不定便宜到 我們可以不用做常規的技術 來測試唐氏綜合症 直接就用這個技術 那麼我相信可能你說的5年左右 就可能會有那一天 那麼到現在來說 就是我相信其實在產前診斷 秋陽做唐氏綜合症的檢測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技術 我們究竟可以推到極限是怎樣呢?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整個BB 即是基因組都在媽媽血章出現呢? 你可不可以抽一個媽媽血 整個BB所有三十億個基因密碼 都可以破解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兩年前問我們的問題 那麼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在媽媽血章裡面的DNA 其實原來是碎收收的 那就是等於你去試圖去砌一個這樣的砌圖 而這個砌圖是數以百萬片的 還有另一個難度呢? 就是BB的DNA 是在媽媽血章裡面出現的 而媽媽血章裡面大部分的DNA 是媽媽自己的 百分之九十的DNA 那就是好像在你砌這個砌圖之前 你還撈十倍另一個砌圖進去 跟著才可以砌 所以兩年前我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就覺得未必可以做得到 大概一年前 我就突然有一天去看一個3D的電影 我突然就想到 我其實那時候是看哈利波特的 那時候一開始 它有H字就向我飛過來 我看到兩H字在3D 就看到好像一邊跟另一邊好像有兩半一樣 那在那裡我就突然有靈犀就想到了 其實BB的驚人組就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BB仔在爸爸那裡 另一部分是BB仔在媽媽那裡 那我可以分兩邊來破解這件事情 那就是說 如果你有爸爸和媽媽的驚人組 你又比較 那個爸爸和媽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爸爸有 媽媽沒有的 跟著你就在媽媽血章裡面去找這些東西 你找完之後 其實就破解了一半 這個就是BB在爸爸那裡遺傳來的驚人組 另外一半 BB在媽媽遺傳的驚人組就更加難了 為什麼難呢? 就是我告訴你 BB的DNA在媽媽血章裡面出現 裡面的媽媽是大部分的 就是說任何東西的BB在媽媽那裡遺傳來 媽媽自己都有的 就是你不可以找到一些東西是BB獨有 而媽媽沒有的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難 那難的就是怎樣破解 所以我就想 媽媽每個染色體 都有兩條 一條 媽媽在她的爸爸那裡遺傳來 另一條 媽媽在她的媽媽那裡遺傳來 接著媽媽懷孕了 就會將其中一條 給了BB仔 接著BB仔 就再將這條放回媽媽的血裡 你可以想像 原本在媽媽的細胞裡面 這個綠色和橙色的這條 比例是一比一 但是因為BB放回去 他的比例就會轉了一點 令到橙色的那條多一點點 就是每次我看到有一樣東西是多一點點 那個就是BB在媽媽那裡遺傳來 你想像是你做完整個鏡頭 那就搞定 以上講的好像比較複雜 所以我就想用一個比較 illustration給你看 假設這張照片就是爸爸的鏡頭 而這張照片就是媽媽的鏡頭 而BB就有一半從爸爸那裡來 另一半從媽媽那裡來 但是我就說 那個BB的鏡頭在媽媽的血漿裡面 是散秀秀的 即是等於這篇東西都碎了 接著還撈到媽媽那裡 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第一 我就看爸爸的鏡頭和媽媽的鏡頭 找些東西 只是爸爸有媽媽沒有 很明顯就是這朵花了 即是說 我就在一個水修修裡面 就試圖找回那幅花出來 你會看到是這樣的 你做完很多次之後 你應該可以砌回爸爸那一半 那這一半就搞定了 那媽媽那半怎麼搞呢? 就是因為BB的DNA是水修修 而媽媽自己的DNA也是水修修 放了進去 所以你要找一些東西 就是找一些東西 是這幅圖重覆了的 那個就是BB在媽媽那裡遺傳來 你看到已經難很多了 不會像是找一幅花那麼容易 但如果你很小心地 你看到原來這裡是重覆了的 所以想像如果你重覆 就重覆這樣做 你就可以破解了整個BB的鏡頭 那這個理論 真的能不能做到呢? 那答案是可以的 那我就在威爾斯親學醫院找了一對孕婦的結婚 那她的媽媽和爸爸都是月營地中海貧血症的攜帶者 那我媽媽就是十二週懷孕了 那我們抽了一些血 然後就去分析她的血章的DNA 那這件事其實很難的 那為什麼我就是告訴你 要破解唐氏綜合症 你每個DNA樣本分析一千萬個分子就完成 但今次做這個技術 我每個要分析四十億個DNA分子 即是等於我排序你的基因組六十五倍 那當然就這麼多數據 每而出的那個數據 是大約二十TB 即是很多的了 即是你買一部電腦 即是你買二十部電腦 那個HardDisk所裝 所以我們就要在整個數據中心 去分析這些數據 但結果做完半年之後 那個分析 結果是真的可以的 即是我就可以在媽媽的血裏 破解回整個BB仔的基因組 就是這個藍色這個 而這個紅色這個就是媽媽自己的基因組 而這些就是染色體 而透過這個破解的那個基因組 我其實就可以找BB仔遺傳的任何遺傳病 例如譬如月形中海貧血症 那個基因是第十一號染色體 那我看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知道BB仔是不是正常了 譬如在這裡 正常人的排序就是這裡最頂的藍色這個 而爸爸他其中有四個密碼 這個CTTT這個位置就是刪除了 那我就可以發現 原來BB仔是遺傳了這個特變的 接著我再找BB仔有沒有遺傳到媽媽的特變 結果是沒有的 就是BB仔遺傳到媽媽正常的染色體 那就是說BB仔 只是一個月形地中海貧血症的攜帶者 就是不需要擔心的 那就是說用這個新的技術 就是一次過一個測試 我就可以掃描整個BB仔的基因圖譜 而你可以想像是在任何地方 我可以掃描 譬如那個地方最常見的五到十種遺傳病 那現在這個技術暫時還很貴 但我相信五到十年左右就應該會很便宜 而這個技術就剛剛在十二月公佈了 就是在一個科學系列的雜誌 他就選擇了做封面的 那最後就是一個結論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在懷孕期 BB仔的DNA 是可以在媽媽的血漿裡面出現 而這個技術就是令到我們可以做 非常相性的產前診斷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技術 就是這個叫做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現在我們已經破解了糖氏綜合症 也最新發展了這個全基因組的掃描技術 那最後呢就要多謝我的研究隊伍呢 去generate這些data給大家 以及我在香港或者國際上的一些collaborator 所以多謝各位 非常多謝 盧教授一個很精彩的現講 結合了很多人腦啊 電腦啊 以及現金的科技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黃強醫生 有什麼問題呢 你是專門做產前的嘛 哈哈哈哈 他對這個新的技術是有產生的信心的 所以我覺得開頭呢 就像我講到頭兩三年呢 做只是restrict to a high risk 我覺得是一個 在策略性上來講 是一個good的 move 以及可以令到我們的實驗室 是可以 開頭是慢慢開始 跟著循序漸進去做 因為如果你開始做 已經很多個案來 你不知道一下子是否接受 即是做不得到 所以我覺得開頭 restrict to that 比如香港那三千個 high risk 或者澳門也要比例上乘回去 那是一個good move 但我相信到三年之後呢 這些技術其實現在它的價錢 減低的速度呢 更快過你電腦跌價的 因為電腦跌價呢 就講到Moss law 即每十八個月呢 就跌一倍嘛 那但是現在這些技術呢 它是每年是跌四倍的 那我相信如果說了三到五年呢 它應該價錢對任何人來說 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那按照剛才多多說 你如果舉一個例子 香港每年六萬個pence cases 如果以五個percent的positive 即一個high risk來講 都是三千個case 那以澳門來說 我們都有四千個delivery 每年的話 那其實我們都有 如果是都有應該 二十個case 不止 三百 三百 我們有四千個delivery 如果五個percent 我們就有二百個case 二百個case high risk 那將來有沒有考慮 即是我們都可以 即是我們都可以 香港和澳門的population 可能都很接近的 那 我們有沒有可能 即是我們都可以做這方面 即澳門的研究 可能會不會是 跟香港有什麼相近之處 即是有沒有機會 可以合作做這些方面的研究 我想合作機會是一定有的 即是我想我們 可以繼續談下去 即我估我們應該會 到二零一年之內 希望可以在威爾斯那裏 provide這個service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的 spared capacity有多少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好 多謝大家 好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在這裏 結束 多謝 再次多謝盧教授